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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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袖子冲着下方立刻一抖 一道白蒙蒙匹炼从袖中击射而出 一个闪洞呢 直接横跨了数百丈的距离 到了金光的正上方 略微一顿 就闪电般的往下一缠而去 形式一块仗许大的白色的丝帕 但是表面呢 荧光闪闪 遍布符文 明显呢 是一件一宝 此宝呢 在女子一催之下 竟打算半途将镇摩索和混沌之气硬生生的结了去 而几乎呢 同一时间 韩丽盘坐在巨坑的旁边 也突然呢 传来了两声地动山摇一般的启响啊 无数的碎石齐飞之下 两只灰白色的巨大的石手从地下一冲而出 并从两侧呢 狠狠的往韩丽拍而去 石掌尚未真的击中韩丽 但是 两股无形距离就已经让着韩丽啊 身形一宁 仿佛数万斤之力呢 同时加深一般 韩丽目睹这一切 惊怒可想而知 但是心中呢 倒也并没有真的惊慌失措 他一声冷喝啊 奔手一掐绝 漠然口中吐出了一个豹字 原本包裹着木盒和混沌二气的金光 狂闪一下之后 竟然一下子化为了一圈金色的光韵 暴力而开 金色光韵 波及之处 虚空为之扭曲模糊啊 那白色的丝帕 纵然说玄妙无比 但也不禁为之一宁 迟缓了一下 而就趁此机会 突然一只青色的大手呢 从附近虚空一闪而出 以迅为不及颜味之势 一把抓住了木盒和青细 接着呢 大手一画 画为了一道淡淡的人影 正是邻居所画的律夫韩丽 此邻居刚一现身而出 就单手一掐绝啊 直接呢 画为了一团青光 在原处虚空消失不见了 同一时间 原本呢 盘坐在地上的韩丽 体表呢 金光闪动 身躯一下子冒出了浓浓的金毛 并一下子狂胀巨大了起来 一个呼吸之间 就化为了一只十余丈高的金毛巨元 原本坐用其身上的巨力 倾刻之间 仿佛荡然无存了 不但如此呢 金元一变身完毕 就立刻聚吼一声啊 两手握拳呼呼两声狠狠击出 倒向了分别鸡像拍来的巨大的石掌 两声惊天动力的巨响过后 巨元一声闷响 连腿竖不出去 而两只巨大的手掌则碎石乱飞 竟有小半部分呢 是凭空消失不见了 这个时候 巨元身后空间波动一起 一道淡淡的轻盈 拖着木盒和一团清光浮现而出 往前一扑之下 就直接的没入到巨元身躯中无影无踪了 与此同时呢 金毛巨元一声怒吼啊 张口冲空中女子一喷 一道奇粗的金色的光柱一闪而出 而巨元自己却一个打滚啊 在轰鸣声中化身为一只银色的巨棚 身有四尺 浑身银湖缭绕 此棚只是四尺一盏呢 就化为了一道清白光丝 没入到虚空中 数百丈外 波动一起之下 光丝浮现而出 但为之一颤过后 就再次的消失不见了 韩丽自觉如今的状态不佳 眼前的女子呢 明显的又高深莫测 竟毫不犹豫的立刻飞顿而去 变化成了四尺巨棚的她呀 顿速之快 连那上次的三巨血光化身联手 都一时没有办法追击 故而呢 她对自己的顿速 那是自信异常啊 空中身材苗条的女子啊 单手一挥之下 一道漆黑见光 从天而降 将射到镜前的金色的光柱 轻易的是一展溃灭了 但就在这片刻的耽搁呢 巨棚就已经到了极远之处 只能隐隐约约的看到一个黑点而已 想跑 既然本座见到你了 不将你抽魂炼破 哼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 空中女子扫了一眼 远去的黑点儿 目中航光一阵流转 冰冷的说了一句 随后啊 孙女单手向下帮一招 下方地面一阵轰响啊 两头巨大 使人一下子从地下 彻底的现身而出 并在女子发觉一催之下 往半空同时一飞而去 结果妖界晦继成了一团巨大的灰白的光球 并发出了耀眼至极的光芒 而这个时候 女子身形移动之下 直接化为了一团黑气 往巨大的光团中式一扑而去 并一闪的没入其中 眨眼的功夫过后啊 侧目的光芒一连 半空中竟默然多出了一座 数十丈高的石垫出来 此大殿 空体灰白 十几根垫柱 笔直粗广的树立在那里 给人一种 盲荒特有的美感 女子呢 就停停一立的 站在了大殿中心处 狱卒轻轻一点 足下的石垫 口吐一个锥子 石垫的表面 立刻呢 泛起了一层白蒙蒙的灵光 一探之下的积枝而出 流星赶月一般的直追寒里而去 这石垫呢 看似笨拙 但是 移动之下呢 却直接的横跨了百丈之远 顿速之快 竟不比前边 寒厉所画的四尺巨棚呢 慢上多少的 在前边 急迟的寒厉 自然也发现了这一点 心中骇人之下 却越发的不愿停下和后边追兵轻易交手了 对方呢 明显不是普通的魔族尊者 他可不愿在混沌之期 已经到手而自身状态不佳的情况下 和对方呢 进行生死一搏 而且此女散发的气息啊 不但让她感到极其的危险 还略微呢 有些熟悉的感觉 这让寒厉心中 没有弄清对方来历之前 更不愿意冒失的与之交手了 即使说他所画的志鹏顿速 只比对方快成那么一线 但是 只要时间一长下来 自然有机会 彻底的摆脱对方的 故而寒厉心中 虽然满是疑惑 但是此刻 也只是全力的催动法力 一个劲的鼓动四尺 向前逃顿而已 以二人惊人的顿速 半个时辰之后 就顿出了百万里之外 这个时候呢 寒厉啊 已经将后面的石垫 摔出了数十里外了 这点距离 对普通的凡人来说 那自然也算极远了 但是 对寒厉这等存在来说 仍不过是 片刻之间就可追上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距离呢 再一点一点的拉开 寒厉心中 总算是为之一松 并且心念一转之下 开始思量后面 那名女子到底 是什么来头的 同一时间后面 十点当中 蓝色宫装女子 已经坐在 大殿中心处的 一把石椅上 目光清冷的望着 锁追方向 眼皮都不带眨一下 哼 这人族小子 当年不过是下界 区区的一名蝼蚁存在 如今呢 不过千余年不见 竟然进阶 合体中期了 还学会了 这般惊人的变身之术 看来 倒也不容过于小瞧啊 不过真以为 这点神通 就能从本座 眼皮子底下跑掉吗 这也未免太异想天开了吧 女子玉容一臣 自语了两句 接着 默然立合了一声 实感 你二人立刻 开始顺移吧 如此长时间 也足够你们 锁定此人的位置了 遵命 袁寨大人 我二人立刻 开始传送 但是位置 可能会有 理许的偏差 还望大人 多加注意一下 一个嗡嗡的声音呢 突然之间 从石殿 天花板上传出 那边石板呢 一阵蠕动过后 赫然幻化出了一组 粗糙 的聚脸出来 哼 离许聚礼 根本不算什么 足以让我拦下这个小子了 好了 马上开始传送 女子毫不在此事 果断异常的吩咐道 是 这一次呢 聚脸没在废话 立刻应声 答应道 下一刻 原本急速飞顿的石殿 突然之间一顿呢 在空中 停了下来 接着在两种腔调 异常古怪的咒语声中啊 石殿表面 一阵灵光流转过后 涌现出了密密麻麻的 五色符文出来 这些符文异常的弦妙深奥 在配合咒语声的一阵狂量过后 突然脱离石殿 四散而出 并在滴溜溜的转动之中 一下子在四周呢 形成了一个超大的五色符阵 石殿呢 正好身处此阵的中心处 并在绚丽光辖的闪动当中 一晃不见了踪影 同一时间呢 正在鼓吱飞动的寒历 忽然感应到了离许远的虚空呢 一阵波动传来 心中一惊啊 他不由转头望去 之间不远之处 一个巨大的浮阵 正无声的浮现而出 里面五色霞光一闪之下 似乎呢 有一个巨大的物体 正要隐隐约约的现身而出 不好 韩丽自身也精通瞬移和法阵之术 那儿会看不出 这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巨型传颂浮阵啊 当即一声长鸣过后啊 巨鹏四尺一顿也停下了顿光 但是眉宇之间一团黑气闪动之下 一道血痕一裂之下 黑色树木漠然的浮现而出了 正是韩丽呢 在体内啊 早已培育到不知道多少年的破灭法木 就用巨鹏之身强行的逼了出来 这也就韩丽啊 如今已经进阶合体 换作以前 那是万万做不到此种事情的 破灭法木啊 只是在巨鹏头颅上的 妖异的滴溜溜一转 一根黑丝就一喷而出了 此黑丝刚一喷出 纤细如丝 但是一个晃动过后啊 竟化为了碗口粗的漆黑光柱 一闪即逝之下 没入虚空中不见了踪迹 轰闭一声 黑色光柱一下子 在浮阵近在咫尺的地方呢 山陷而出 并狠狠地击在了浮阵之上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爆裂之声啊 顿时的黑芒刺目耀眼 五色霞光 帮滚不定 两者交织成了一团 将整座的浮阵都淹没了进了其中 巨鹏呢 做出此等攻击过后 眉宇之间的法木一闪 立刻消失 同时呢 四十一山之后啊 就再次一动地向前踢射而走了 竟丝毫留下攻击之意都没有 显然呢 韩里也很清楚 破灭法木的攻击 绝对没有办法真正地伤到对方的 故而呢 才会走得如此的果断 那么事实啊 果然也是如此 当爆裂产生的巨大的灵光 一闪溃散过后 巨大的浮阵中心处 空间是一阵的扭曲模糊啊 巨大的时点 有些亮腔的浮现而出呢 不过 在混乱的空间之力的作用下 时点没有办法马上飞顿 去追巨棚 只能呢 盯着一层白色的光照 在一股股的波动中晃动不已 破灭法木 端坐在十点钟椅子上的女子呀 目动此景 一字一顿地说道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了 韩里 说话俱捧 此女目睹之下 几个闪动 就再次画一个黑点 远去了 马上再给本座追上去 女子双眉一挑啊 厉声吩咐 蕭翅之声在整间大殿当中 回荡不已 显示主人的怒不可遏 回禀大人 因为受到空间之力的影响 我二人必须稍作调整 才能再次催动法力啊 巨大的石脸再次一闪的 出现在了大殿的顶部 并有些歉意地嗡嗡地说道 哼 等你们调理好体内的法力 这人族的小子早就跑得没影了 好了 我来助你们一臂之力 女子哼了一声 两手一下子握住了石蚁两边光滑的把手 同时呢 皮表一层层漆黑的魔器滚滚而出 并有灵性一般的往把手中狂驻而入 多谢袁煞大人相助 我们马上就可行动了 石脸露出了欢喜之色说道 而几乎呼吸的功夫过后 石脸体表白光一阵流转之下 就再次一闪的鸡射顿走了 石脸这一次的传送 虽然没能拦下寒厉 但是也的确与寒厉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不少 故而那女子毫不气美的继续的狂追了下去 寒厉啊 自然仍然是闷头的头顿不停 就这样 每当寒厉呢 将距离拉得稍远一些的时候 女子呢 就必定动用石脸的传送能力 一闪的将距离重新拉近了许多 寒厉回头一看 看来今天这关不好过 这个女子不好逗啊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274回 修仙传第1274回 此理吸收了第一次的传送失败 传送位置 并没有啊 离寒厉所在太近 故而呢 寒厉纵然有破灭法木 但是也没有办法对传送造成任何破坏的 这让寒厉心中是极为的郁闷 虽然说他也同样有雷阵可以传送 但是传送的位置根本就没有办法掌握 传送太近 有可能啊 自行撞到了追兵的身边 传送太远呢 则需要长时间的施法 也根本无暇的 况且呢 就算是真的能一下子传送万语里万 向来呢 也是没有办法摆脱对方神念的锁定 不用多久呢 就会再次的追了上来 后面的女子竟似乎比当日啊 血光圣族三具化身 还难以甩开的样子呀 就这样 二者是一桃一追之下 竟足足的追出了大半天之久啊 因为韩丽所选的道路 竟是人际罕至之处 故而途中呢 倒也没有碰到 其他魔族插手阻挡 他眼见后面追兵 一副要追到天涯海角的模样 韩丽心中微微下沉之下 不得不开始苦思其他的脱身之策了 他自然不知道 在百余礼后的十点钟 蓝色宫庄女子记出了一面黑色的古镜 面无表情的和另外一名魔族交谈着什么 元上 怎么是你啊 你何时派化身进入了灵界啊 哎 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一次降临的圣祖当中 你似乎并不在名单中的吧 后期更没有资格让真身临界的 古镜中的魔族赫然是一名身穿血色长袍的清秀少年 但是面容呢似乎不太好看 竟正是那位统帅天渊城魔族大军的血光圣祖的化身 却挂 我只是让一个化身降临此届协助六级一下 没有统帅大军 也没有让真身降临的打色 自然是不算违背了当初大家的协议 你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呀 蓝色宫庄女子面无表情的回答道 哼 行了 再怎么解释也不过是狡辩而已 好了 此事姑且不说 你的化身既然是协助六级 为什么会出现本座负责的区域 于情于理都该给本座一个解释吧 你可不要说是本座战舟中的感应至宝出错了 血光心中大怒 但对此女呢明显的有些忌惮 只能冷哼了一声加以质问 出错吗 倒不至于的 我现在的确在你所管的区域之内 还在追杀一名人族修士中 但此女也是奉了六级之命啊 并且是对所有圣族大军都是有益的事情 我看啊 你这不必管得太多了 女子神色夜缓地说道 嗯 追杀人族修士 以你手下两大石魔的传颂的神通 除了大城以外 人族又有什么人可以逃出你的追杀呀 既然说此人是关整个的圣族大军 那本座也不能坐视不理的 我会派出其他化身马上和你会合 祝你一臂之力 血袍少年目光一闪 倒有深意地说了一句 这么说你还是不放心本座呀 其他化身我倒是听人说过一下 血光 你竟然又让三大化身借体降临灵界了 就不怕你的本体在圣族出事吗 况且说现在才派人过来 你不感觉太迟利一些吗 等你的化身赶到啊 本座呀早已经解决战斗了 女子呢美目一眯冷笑里声 我的事情 原上你还没有资格管 至于其他的化身 他们应该离你不远了 大概大半日啊 就可以和你会合了 我刚刚从毒龙那里将乾坤盘借了过来 正好呢 可以借你一臂之力 什么 乾坤盘 毒龙会将磁宝借给你 他可一向是示弱生命的呀 女子脸色一变 终于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只要代价足够 毒龙又怎会不肯借呢 倒是你现在追杀的人族修士 是何来的呀 能从你手中逃脱掉 他那也是人族极其重要的存在 你马上联系我那几个化身 我让他们绕到前面啊 埋伏下来 出其不意的将其拦住 蟹袍少年呢 话题突然一转的说道 你出手也可以 但是这个人曾经在下界大大的得罪过我 勤住之后 必须先交给我来处理才行 否则的话 我宁愿多花费一些时间单独处理此事 女子文言呢 神色一动 但是绿沉吟过后才凝重的说道 曾经在下界得罪过你 这可真有一些意思了 哎 我似乎听说过 袁少你在下一界的一缕分魂 被下人灭杀过 不会就是现在追杀的这人族修士吧 哈哈哈哈 如此说的话还真是巧合的很啊 血袍少年一愣露出了一丝讥讽的表情 你要是特来特意嘲讽本作的 就不要再多说什么了 女子欲容一尘 欲守一扬 黑光闪动之下就要关闭古静的联系 哎 慢着慢着 我答应你的要求 但是 此事了结之后 你必须帮我去做一件事情 而且此后啊 必须立刻离开我父子的区 哦 帮你什么事情啊 女子有些意外 手中法觉 为之一缓 很简单 也帮我对付一名人族修士 少年不再迟疑的说道 哎 你不是有三大化身降临了吗 这怎么还要本座相助啊 你打的什么主意 不是想我这句化身去对付人族的大成其存在吧 去对付人族大成存在 你还真会去想 就算你想找死本座还舍不得这几句化身呢 放心吧 要对付的只是一名人族的合体其存在 只是啊 此人身上的宝物众多 我提到化身虽然说戒体降临 但是并未携带衬手的宝物 这才会奈何不了此人的 哎 如果有道友相助的话 我看就不成问题了 哼 只是一名合体其修士 那就没有问题 好 如此说定 你将那些化身联系方法讲出来吧 蓝袍女子听了之后心中一松 再无任何迟疑的说道 蟹袍少年自然满口的答应了下来 然后呢 用手指啊 冲镜面一点之下 顿时呢 一段银色的符文 从镜中狂涌而出 同一时间 同一时间 正在前方飞驰而行的韩力 可并不知道啊 两位魔族仇家竟然无意之中联手了 韩力这个时候 正一边飞顿而行啊 以免凝重的苦苦的思量 气时之间的没有办法想出什么脱身之策来 这也难怪如此啊 不久前 他刚刚和血光圣祖的几句化身是大打出手 无论临时布阵器具 还是各种俘虏法器 军斗消耗的七七八八 自然大感手段不足了 况且呢 他虽然说 感觉后面魔族女子的危险 但是没有真正放手一搏过 对对方神童如何 还是一头雾水的 在应对上呢 也是大为束手束脚 韩力思量了半傻 还是决定弄清楚身后女子的实力深浅 再来考虑其他一切 毕竟呢 只有知己知彼 这才能够稳操胜券 心中思量完毕 韩力所画的昆蓬 当其无数灵呢 从体内是击石而出 画为了一张张符路和震齐震盘 一口气在身后不止下了十几个 大小不一的法阵陷阱 然后就自顾自的继续远顿而走 结果 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后 并不比血光的三大化身差到哪里去 而且呢 对方似曾熟悉的气息 让他心里啊更是隐隐发毛 隐约的 想起某个忌惮已久的大敌来 难道说 对方真的是哪一位的化身不成吗 若是如此的话 以及当年在人界灭杀对方疯魂的大仇 对方紧追不舍 似乎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杭力先前一番思量之下 终于想起了后面女子气息呢 竟然和当年呢 在人界封印的元煞圣祖的分魂 有些相似 悍言之下 心中也有几分忐忑起来呀 不过既然知道 对方神通不小 还可能呢 是自己的魔族大对头 他更不可能改变主意 停下和对方进行大战了 只是呢 催动调动体内法力 一路狂队而走 他已经想好了 纵然那座石殿可以瞬移 但耗费的法力远超普通飞行的 长时间下去啊 最先坚持不住的 很可能还是对方 故而呢 韩力心中一横之下 倒也做好了 不惜损耗元气 也要和对方硬耗下去的打算 下面的时间 他不再出手相试什么 只是浮现了一些丹药 并掏出了两块集体灵石在手 开始集取灵气和炼化药力了 而那石殿呢 在每隔一段时间不停的顺移之后 仍跟在其后面是死死不舍 二者流行赶月一般的在万丈高空追逐之下 又过去了半日之久 他们飞过了蛮荒土地和深黄的沙漠 来到了一片遍布低矮棍木的沼泽上空 空中晴朗异常啊 除了几座悠悠飘浮的白云和高处炽热发亮的焦阳外 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出现在事业之内 前面航力所画昆蓬 已经感觉啊 后面石殿的顺移频率开始渐渐的减少了 心中呢 不禁为之一袭起来 就在此时 他神殿中突然传来了一个有些微弱的话语之声 主人小心 前面似乎有敌人的气息 声音不大 而且充满了志气之音 航力听到我耳中 确实一惊啊 不禁一顿停下了动光 同时急忙的问了一句 是谁 难道是 主人不认得我了 我是暴灵 才刚刚醒来 马上要再次沉睡 但是前面的确有敌人 我可以很清楚的感到 他们对主人充满了恶意的气息 那童子呀 似乎是焦急异常 急促的又说了几个 这一句 有一声哈欠再无任何声响传来了 暴灵兽 敌气息 杭力大为惊疑了起来啊 暴灵兽当年吞噬了腰盒之后 虽然说在炼化清醒过一段时间 但是他进阶和体之后 却意外的再次陷入沉睡中 这一次的沉睡呢 并不是因为那暗兽腰丹的缘故 而似乎是 此兽啊 本身修为到了一大关口 本能的呢 用睡眠方式啊 开始积蓄力量 好再做突破 如今他在此时 突然意外醒来 并能口吐人言 虽然让他大为的意外 但是 此兽所提的敌气息 那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先前他丝毫的征兆 都没有发现呢 心念如此飞快的 转动力翻之后 杭力所画的巨棚 顿时双目如电 往前飞快的一扫起来 同时庞大的神念之力呢 也潮水一般的向四周一涌而去 但是 附近虚空到处都是空荡荡的 哪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呢 亨利不禁的沉阴了起来 同一时间 某个神秘法器中 三道血色人影并肩的站立在一起 并望向身前悬浮的一面巨大的金币 在白蒙蒙的巨大的金币表面 赫然倒映着一只浑身电弧缠绕的银色巨棚 此秒背声四尺 并左顾右汉的四下打亮着什么 但金色的瞳孔中 赫然满是怀疑的表情 哼 真没想到 天上在追杀的人族修士 竟然就是此人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钱不费功夫啊 这血影呢 赫然啊 是一名面容清秀的血袍少年 别高兴得太早了 别忘了 袁萨一开始给我们所提的条件 另一名面容一般无二的血影 却淡然地说道 哼 既然袁萨所追的目标和咱们一样 当地的条件 虽然必须变动一下了 人可以给他 但是 天上的宝物 我们可没有答应 也交给袁萨吧 中间少年 冷哼了一声 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这样做的话 袁萨恐怕不肯罢休吧 宝物也可以给其一部分 但是镇摩锁和紫眼鼎 我们必须先拿回来才可以啊 分歧一半 让人子小子明显身怀重宝 你们就肯舍得了 中间少年嘴角一撇 不舍得也没办法呀 不要忘了袁萨背后还有六级在撑腰呢 现在 现在可不是招惹他们的好时机呀 哼 的确 六级可是个大麻烦哪 少年脸色微变 也露出了几分忌惮之色出来 好了 你们别光想好事了 还不知道这一次是否能如意的擒下此人呢 他似乎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存在了 想埋伏他 多半我看不可能了 最后一鸣血一张口 有几分凝重之色 发现我 这不太可能吧 我们已经用乾坤盘全都遮掩的一干二净 除非他有大成修为 否则绝难真的觉察到什么 顶得起了一点点的疑心而已呀 袁萨还在后面紧追不舍 他绝难真的滞留在原处的 是吗 我却觉得不好 嗯 他在干什么 最后一名血影刚摇摇头 想再说些什么 下一刻呢 就默然一惊 失口叫道 其他二人呢 一看清楚了 金碧画面中含味的动作之后 也同样的 脸色大变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 这一千二百七十五回 消息 第三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